許先生上班途中 在成功入合新名街口 遇到車禍事故 他看到阿伯倒在路上 立刻停車 發揮他急救的本能 那我經過這個路口 我要去山班經過這個路口 我怕就知道有車禍 那剛好在路口處 我車子都先擋在這個人孔蓋這邊 就是確保後面的車子 不會再發生二次傷害 阿伯騎機車跟汽車相撞 當場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許先生見狀連忙叫救護車 他是紅十字會的急救訓練員 在第一時間就協助幫忙 路爬還有一名熱心孕婦 也停下手邊的工作 立刻拿指揮棒幫忙指揮交通 當時就是在這個路口發生車禍 阿伯脊椎受傷 當場昏迷 被送醫急救 我剛好好意主動過來 跟我拿交管幫說 他要幫我做交通指揮 叫我過去跟阿伯來看看 那我就過去 那我看到阿伯安全帽 還戴著人是趴著 那因為我學過緊急救護 所以我發覺到他 懷疑就是他脊椎跟頭部都有損傷 許先生去年也參與高雄 八一氣泡的救護 他曾經在台中民間救護車單位 服務二十多年 是一名中級救護員 因為救了阿伯 雖然讓他上班遲到了四十分鐘 但是路過救人幫忙 讓他心中感覺更踏實 記得許誠意 張平鴻 台中報導